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IDER 費電感興趣的影片 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又回來放著哥吉拉怪獸模組的影片啦 終於有等到有新怪獸推出了 那今天RID也有說到就是有新的模組做的 他們開始嘗試製作一些哥吉拉的系列怪獸 跟之前我們玩過的傳奇哥吉拉的團隊又不太一樣 那在最近呢 也又有熟悉的怪獸登場啦 沒錯 就是我們的迷你啦 不過還蠻意外的這個作者居然會推出這一隻喔 雖然經典啦 但是因為年代太久遠了 招和迷你人家初次登場 就已經差不多五十幾年快六十年了 除非真的是有研究過哥吉拉歷史的觀眾 不然對他應該會蠻陌生的啦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玩玩看 這一隻新推出的小傢伙 那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新推出的怪獸模組 我們等一下也要來玩玩看 沒錯 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系列 可以先幫我影片 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 準備錯過RAD 更新片的動態 NO 來吧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迷你啦的攻擊方式喔 首先他的移動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那至於攻擊方式呢 有最普通的揮擊 左右揮手收 然後再來就是用嘴巴去咬 對 用咬的去攻擊對手 但是我覺得迷你他的牙齒應該不適合拿來咬人吧 然後還有這一招 嘿 哇 直接跳起來用彩踏的 可是他剛才跳起來發出的聲音怎麼有點金剛的感覺啊 好喔 反正就是一個跳躍彩踏的攻擊 除此之外 還有哥吉拉最經典的尾巴揮擊 沒有錯 甩甩尾巴 嘿 哈哈哈哈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殺傷力 然後還有嗎 還有別招嗎 喔 有欸 兔圈圈 我們迷你拉會兔圈圈 他還在學習吐色線的時候前期都是兔圈圈這樣 居然連這個都有做出來 太可愛了吧 哇 哇 這個圈圈不知道有沒有傷害 感覺好像沒有欸 好像就只有這幾招 那至於咆哮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來聽一下 迷你拉咆哮 很尖銳喔 他的叫聲 對 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迷你拉的攻擊招式 那至於他的血量呢 我看一下血量有多少 迷你拉的血量是608K 超少欸 這個有什麼對手可以跟他打的嗎 啊 有啦 我想到了 我們來準備一下 迷你拉有可能打的贏的對手就是我們的骷髏爬獸了 但是可以看一下 光骷髏爬獸的體型就比迷你拉高非常多喔 那至於血量的部分呢 我們骷髏爬獸有575.2K 有沒有 比迷你拉少一點 不知道我們迷你拉打不打的贏 那就來試試看吧 上吧 迷你拉 攻擊他 攻擊他 哎呦 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我們迷你拉的傷害 迷你拉普通會一下是1000多 跳躍之後是4998 有有有傷害非常可觀 但是 但是 骷髏爬獸 傷害都是兩三萬的 哦哦 迷你拉加油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 我覺得照這樣看下來 應該很難打贏哦 你看我們迷你拉 血量被打到快一半了 至於骷髏爬獸呢 骷髏爬獸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啊 這是要怎麼打呢 哈哈哈 哎呀 噢 骷髏爬獸盾地 盾地之後又串出 這個傷害 讓我們的迷你拉 有點吃不消囉 完了完了 剩下最後的26.6K 13.5 糟了糟了 哎呀呀 迷你拉 屬竅竅啦 啊 最後 由我們的骷髏爬獸獲得生理 你看連三分之一都沒打到 我要怎麼準備其他怪獸來跟他打呢 是不是 哈哈哈 哎呀 迷你拉真的只能當作一個吉祥物吧 那我們接著來試試看 迷你拉對抗方舟boss 育母之珠 然後是困難等級的哦 困難等級的血量應該比較高啊 困難等級的血量有 97萬 對97萬的血量 來看看我們迷你拉打不打的過吧 上吧上吧 迷你拉 迷你拉的圈圈射線 哎呦有1萬多的傷害 那平均 平均的普通攻擊都是2000多 但至於 育母之珠可以看得到 都是幾百幾百的 所以看起來我們迷你拉勝算會非常高哦 那我後來會有看一下就是迷你拉 他除了就是圈圈射線之外 他還是有學習到射線攻擊 但是我剛才測試一下 方向很多按鍵都沒辦法使用射線攻擊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發動的條件 譬如說可能迷你拉血量要降的非常低才行 沒關係我們就看一下吧 加油啊迷你拉 雖然你打不贏一些系列怪獸 但是我相信面對方舟原生種 你應該是有機會的 育母之珠的血量 已經剩下最後一點點了 然後我們的迷你拉 迷你拉血量還有380多K哦 可以打贏我們的育母之珠了 就差一點點加油 哎呦 耶 贏了贏了 打贏了育母之珠 哎呀 都沒有看到迷你拉土射線 好吧我真的無解 不知道他那個射線到底要怎麼用 如果說有觀眾玩這個模組 知道他的射線怎麼用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的這一隻 他算是哥吉拉嗎 他擁有像是哥吉拉一樣的外型 然後也有非常漆黑的背棋 可是可以看到他的背棋是那種尖刺狀的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一層片的背棋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一路銜接 沒有到尾端耶 其實他到尾巴這邊這一段就沒有了 他這個背棋有點像雞翅拉 以及他的眼睛 他眼睛是呈現像這個樣子 白色的 這個白色的眼鏡我想的到就是 白眼哥吉拉 但是他整個造型又不太像白眼 所以他只能算是一個很像哥吉拉的生物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攻擊方式好了 我們用我們平常玩怪獸模組的案件去試試看 是普通的灰燼 然後可以注意到他的手真的非常的長 然後再來是 尾巴的揮動 怎麼感覺有點薄弱啊 還有嗎 他會吐射線耶 不過這有點不太像射線 這有點像是火焰 藍色的火焰這樣 OK 那還有其他招嗎 好像沒有了耶 我按其他的按鍵都沒反應 沒別的招式了嗎 好 好哦 哇 那我們把傳奇哥幾家召喚出來才發現 原來 兩隻大小差這麼多哦 差太多了吧 哎呦他剛才一個射線是 4萬的傷害 然後我們傳奇哥同樣的也射線吐回去 3502 這是每一下傷害哦 他是持續傷害 哎 怎麼不見了 哇他剛才突然消失一下耶 怎麼會這樣 哦他跑了他跑了他跑了 因為我們剛才傳奇哥咆哮了一下 他現在有點混亂狀態哦 還要脫離戰場了嗎 天啊 完全扛不住啊 雖然他血量很多 但是一被咆哮就跑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有點麻煩 哎呦傳奇哥追上來了 加油加油 但是我們這次方舟吉他又重回到 傳奇哥腳邊 剛才他還沒有想要放棄哦 雖然剛才被咆哮混亂了一下 加油加油 究竟打不打得贏呢 我們傳奇哥血量是3M 不多啊 血量不多 又是咆哮 他又進入混亂了 進入混亂我就覺得會有點麻煩 因為他會讓對手變成 就是一直在到處亂跑 哎呦哎呦 直接把他卡在3B這邊 他血量剩下398K 看來快結束了 我們的傳奇哥 不用進化成紅年型態 慢慢的攻擊 就可以打贏他啦 哇哇哇 剩下最後的200K 20多萬的血量 要結束了 想走 哎呦 哎他眼睛變成紅色的耶 我剛剛看他眼睛是白色 他現在眼睛變成紅色的 變成紅色的好像也沒有比較強啊 哈哈哈哈哈哈 面對傳奇哥 還是被壓在3B這邊打 哇 直接扭曲 死掉啦 最後的獲勝者 依然是我們的傳奇哥吉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迷你拉跟旁邊這一隻 方舟吉拉的模組呢 一樣是免費下載的喔 那瑞德一樣會放在影片底下資訊欄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啊 也順便看有沒有辦法測試出迷你拉他的那個射線 到底是哪一個按鍵喔 那這個系列我通常都是等到有模組作者更新到我想要玩的內容之後 我才會拍給各位看 那如果說各位有關於模組的建議 或是想要詢問一些什麼相關資訊的話 可以透過那些模組連結去詢問模組作者 因為你們問我 我也沒辦法給你們答案 可以去問模組作者是最快的啦 對沒有錯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海盜船要開了快點 都坐上來 最尾端沒有人要坐喔 最尾端要有人坐啊 我以前小時候玩海盜船最喜歡就是坐兩邊的 喔有了有了 我是最後面的了 喔吼吼吼吼好高喔 耶 雙手舉高高